在活动主持人和现场来宾的加油打气声中 这群来自南加社团 平常难得进厨房的先生爸爸们 马上都变成了新访男人 有人跟着太太的现场指导 细心的做出家常菜 番茄炒蛋 也有参赛者亮出大厨架式 三两下功夫就做出大师级的 新先生豆腐熏鲑鱼三层塔 南加州大专联合校友会 特别邀请南加多位华语媒体负责人 美食专家林慧宜 以及加州财务长马士云 来担任烹饪大赛评审 马士云口中品尝着美食 脑中回忆起母亲的过往点点滴滴 我真的很感谢母亲 帮我们去中国学校 和琴声课 和所有的游戏活动 我过去的年龄 所以我很厉害了母亲 但是她正在看着我们 而洛杉矶宪宪政委员苏利斯 也前来为活动致辞祝贺 并特别祝福美国亚太医母亲 母亲节快乐 我祝福所有母亲和家庭 美丽的母亲日 最好的祝福 和平衡 和和平衡 非常重要 我们一起工作 所以我祝福所有的帮助 尤其是AAPI 我们有一位102岁的仁瑞 非常非常难得 非常健康 当然90几的也有80几的更是好几位 就是要鼓吹尽孝道 不要后悔 不要遗憾 不要有树欲尽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情况发生 最后大会将新好男人 烹饪大赛冠军 颁发给林维璋先生 主办单位希望 借着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来向辛苦的母亲致敬 并衷心希望天下的妈妈们 都能永远幸福美丽 东文新闻许会堂一红文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 记住了